杭支保官 是威希 秀 disci就是说 将来读柚子园 附近留家学校 然后呢 他其实都有在中文合作 可能有意願招學生過來的教室 可是這間學校並不是我心屬於要給他自讀的 可能要讓他再讀另外一家 那像這種的人情的糾結 該怎麼去智慧的去選擇 這個是就是論事啦 是這樣子啦 就是論事而已啊 對啊 因為生命這種東西不是交換啊 不是做生意交換嗎 你懂意思嗎 然後再來就說 目前我跟阿智的住就是住教室樓上 那未來我是需要再找另外一個地方住 就代表就是一個真正的家 因為畢竟我的教室在樓下一樓 二樓原本是教室 那現在是我跟阿智住的地方 那我需要再找一個地方 還是我就認真的把那間教室樓上變成我住的地方 樓下變成我上課的地方 這個是以幾個考量啊 這沒有一定啊 這一個考量是你們自己在那邊生活的人的方便性 方便性不是說只是你說 或者是你樓下工作 那最後一個工作的人 樓上是住家樓下工作很方便啊 對不對 這是單一考量方便啊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全面考量的方便 有的是 與我工作上方便 可是與很多人來人去的 的狀態 我的生活會造成很多不變 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就是你綜合考量 第一個方便性 第二個喜好性 因為喜好各不同 有的人就是喜歡很熱鬧嘛 來去聚馬 可是有的人就是喜歡什麼 我工作之後不要人打了 所以這個很現實 這個沒有固定的答案 你就依這兩個考量就好了 一個方便性 綜合評估上的方便性 一個是喜好性 那你就依照這個去做 你就會踏實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是一個人強求告訴你 你就一定要怎樣的 你也許做起來不會踏實 那你就很冷靜的依這兩個考量 那去發展就可以了 那是喜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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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